他想四处游荡 你看他这个想四处游荡 然后在空中飞舞 对不对 随处为家 随雨而安 还有没有孩子们 不论长大以后 还有可能想做什么 他将长成参天大树 特别棒了 你看因为他就很小很小 然后被人一吹 他的种子就飘落在世界各地了 对不对 那他也想生根发芽 然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别人都可以到他的那个树下去 什么呀 乘凉 对不对 非常棒孩子们 你看刚才小叮当 他就是沿着蒲公英的思想 我们现在不是小女孩 咱们是蒲公英了 那如果你是蒲公英 你长大以后想做什么 今天这个唐古老师 变成成的巫师就给你魔法 老师要告诉你 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我们可以进行的去想象 你猜 附公英 你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呢 他想 他想变成 好 他可能想变成一树 非常非常美丽的花朵 对不对 好 屏幕前的宝贝们可以单停视频 可以跟你身边的小伙伴 或者是跟我们的家人 一起去说说你的猜测 不许向后看 不许我们的讲运 你去往后翻偷看 不行啊 好 那我们应该打开视频 有同学一定现在已经知道了 蒲公英的梦想呀 可真是伟大 蒲公英说 我呀 我要做一只大狮子 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 如果我是蒲公英 我们来读读这句话啊 说 我呀 我要做一只大狮子 我呀 我要做一只大狮子 什么感觉孩子们 特别的霸气 特别霸气 对不对 好 把那个霸气劲读出来啊 三二一 我呀 我要做一只大狮子 好 你也可以 像蒲公英一样啊 有 有它的那个霸气的感觉 而且大狮子 你可以去模仿狮子 把那个大狮子的感觉读出来 再来一遍啊 我们屏幕选的宝贝们 可以站起身来来模仿啊 三二一 我呀 我要做一只大狮子 非常好 那 虎公英他觉得自己的梦想伟大极了 对不对 你问我长大以后想做什么 那还不好说吗 狮子 对不对 哎 非常霸气 什么样的狮子呀 有的人可能一谈到狮子 就会觉得 哇 嗯 比如说很可怕 对不对 那你心目中狮子是什么样的 孩子们 狮子特别威武 好 特别威武 对不对 还有吗 嗯 让人散战 好 一只非常威武 又让人胆战 吸睛的大狮子 对不对 我要吓死 森林当中的这些小动物们 这样吧 好 可是普公英的愿望 非常非常的美啊 我们来看一看 他是怎样形容 这只大狮子 这只大狮子的 他说 有着又浓又腻的金色棕毛 就这了 对不对 那种威武又善良的大狮子 孩子们 原来我们在一起读回本的过程当中 还有许多的形容词 有许多的想象力 我们甚至都可以去用心的观察呀 对吧 好 他说 有着什么样的金色棕毛啊 又浓又密的金色棕毛 你看普公英 他的想象力其实非常丰富 而且把狮子具体的样子都想象出来了 对吧 还有那种威武又善良的大狮子 他要见的这只大狮子 绝对不是吓死其他小动物的大狮子 对吧 而是他很威武 但是内心深处非常善良的大狮子 孩子们 这些词汇我们都可以去举一反三 那我们来看一看 又浓又密 他又是一个A B A C的词 对不对 你还能想到又怎么怎么样 又怎么怎么样 我们来找机子啊 比如说小白兔又怎么怎么样 又怎么怎么样 又白 又白又小 好 小白兔又白又小 也是对了 是吧 好 小白兔 我们就会发现 你就会有许多同学说了 那如果不是A B A C的话 那么我在中间换上两个字 两个字的词语可不可以啊 可以 也可以 也可以对不对 比如说又娇小又可爱 对不对 好 那比如说 我的房间又怎么怎么又怎么怎么 又整洁又干净 好 又整洁又干净 那如果是A B A C 就有朋友说又脏又乱 是这样吧 好了 那比如说 大苹果又怎么怎么又怎么怎么 又红又甜 特别好 又红又甜 对不对 好 比如说 我们的起了花 又怎么怎么又怎么怎么 又白又小 比如说又白又小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会发现 原来这个又怎么怎么又怎么怎么 我们这个是A B A C 如果不是A B A C 我们又可以 哎 把中间换成词语 是吧 好 那种威武又善良的大狮子 威武又善良的大狮子 对不对 好 那你能评认一下唐果老师 怎么怎么样 又怎么怎么样 美丽又可爱 美丽又可爱的唐果老师 对不对 哇 这么高的赞誉 好 那我们来讲一讲 妈妈怎么怎么样 又怎么怎么样 妈妈是漂亮又温柔 漂亮美丽又温柔 对不对 或者是严厉又唠叨 等等都可以 是不是 好了孩子们 那么在这里 我们来一起再来读一遍 这个蒲公英的话 他说什么样的大狮子 有着又浓又密的金色棕毛 那种威武又善良的大狮子 对不对 好 你能来评价一下吗 他的这个梦想怎么样呢 特别的神奇 好 特别的奇妙 对不对 还有什么词去形容大狮 来形容蒲公英的这个梦想吗 又有点意想天开 觉得这是什么梦想 根本就不搭边 实现不了 是这样吧 还有没有其他的想法 孩子们 敢想 你怎样评价蒲公英的这个梦想呢 不知道啊 评价呢 宝贝没扭的 就可能又说 充满了大胆的想象力 对不对 好孩子们 这就是我们追逐梦想的道路 大家发现了吗 原来在这个故事当中 一个小小的蒲公英 他都梦想 要自己成为 爱一只大狮子 而且是那种威武又善良的大狮子 那他的这个梦想非常的大胆 我们有一句话说的好 叫做只有想不到 没有 做不到 对不对 那假如在这个道路之上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发现了 那么自己的梦想 有许多时候可能比较难以实现 时间长流会发现 可能不是十分适合自己 那么我要逐渐逐渐的可能扭转目标 随时的进行调整也是可以的 是吧 那现在我们就把机会呢 交给我们屏幕前的宝贝们 我们也来想一想 你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呢 我们现在可以发散自己的思维 并不仅仅是停留在理想的层面上 你可以把你最大的愿望复益其中 比如有的人想当老师 而有的小朋友想当一只飞鸟 都是可以的 对不对 我们来想象一下孩子们 改变妈我们就来想一想 刚才你说想当宇航员 对不对 现在呢 我现在不想当宇航员 这么快就改变弄想了 我的天呀 我想去森林中去生活 想去森林中生活 那你想做什么呢 我想每天和小众生在一起 那你是在森林当中的哪一个角色呢 森林当中的大老虎 还想当大老虎了 原来要做大师 做你大老虎了 那我们来说说原因 我们以这样的句式来端练一下自己的口头表达能力 融入自己的想象 比如小叮当说 我的梦想是做一只森林当中的大老虎 因为 因为大老虎很威风 因为那样我觉得自己很威风 对不对 好 那么唐国老师的梦想 可能我的梦想是想做森林里的 比如说森林老人 因为那样我就可以保护这里的小动物们 又有的同学说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岂不是我们上天入地都可以 对不对 有朋友说 我的梦想是想做天空中的一只小飞鸟 那样我就可以在空中自在地遨游 还可以和小燕子做游戏 对不对 有朋友说 我的梦想是想做海里的一只可爱的小鱼 那样我就可以避免交通拥堵了 是吧 好 有同学又说了 说我的梦想是森林警察 因为那样我就可以为您除害 对吧 都可以 孩子们 这个阶段我们暂停视频 去说一说自己的梦想 每个人至少说三种 并且要以刚才的句式说明原因 不许多了